主料,四只原味酸奶,250克,玉米淀粉30克,低筋面粉90克,细砂糖又15克,鸡蛋5个,辅料,蛋奶油150克,细砂糖15克,草莓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准备两个大盆,一个装入了5个蛋白,一个装入了5个蛋黄,以及250克酸奶,15克细砂糖。 另外称量好50克细砂糖,30克玉米淀粉和90克低筋粉,带白分次加入50克细砂糖,打发制性发泡,我本来打算做蛋糕卷的,如果是做裸蛋糕,可以打发制性发泡,同时175度上下火,预热烤箱,用一道,将步骤一的蛋黄酸奶搅拌均匀,然后筛入低筋粉和玉米淀粉, 轻轻搅拌至五干粉后,再用电动打蛋机一道交达均匀,将蛋白霜和蛋黄糊切半混合均匀,28斤28厘米的烤盘垫上细油纸后倒入蛋糕糊,震到出大气泡,将其放入入中层,175度上下火烤15分钟后,转为200度烤5分钟上海, 住炉后倒扣到烤往上,马上撕去细油纸然后盖回去冷却,这个时候将辅料中的淡奶油打发,蛋糕切成两个等大的蛋糕体,中间抹上淡奶油霜,然后切成小块,装饰一下即可,烹饪技巧,做蛋糕卷的话,蛋白打发制性发泡, 如果是做裸蛋糕,打致硬性发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!